警方星期四和星期五在旺角驱捕46人 其中5人是内地人 由20岁至64岁 涉嫌经营赌博场所及经营毒窟等罪行 警方突击搜查旺角区内13个住宅和商业单位 赌破10个华尔非法钓鱼机赌场 一个华尔毒窟 一个华尔卖淫场所和华尔色情光碟分销中心 检获59部钓鱼机大约7000元赌款 大约3800只色情光碟 总值大约3000元华尔毒品 警方星期五又突击搜查 由麻地白家市街一个单位 赌破华尔非法麻雀赌档 拘捕15个人 一个70岁本地女人涉嫌经营赌博场所被捕